男人 你们是谁 你们是谁 我家里有点球 保家我没有用的 所以你和爱丽莎小姐一起住了四个月 是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应该先表明 那边那位是谁啊 那位是敏夫人 跟爱丽莎小姐的父亲有很亲密的关系 现在想要联系爱丽莎小姐 但是音讯断了 所以想要电话号码吗 那我给您电话号码 不用 与其这样 请问您方便现在帮我们通电话吗 打电话 好啊 喂 雪姬 嗨 艾丽莎 你是谁 我叫阿敏 还记得吗 我想见你 地方由你来定 任何地方我都会去的 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你的事儿 告诉我身边的这位女生的话 你就不要想着再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希望能和你见一面 你真幸运 你真幸运 能和雪姬这样的人 交朋友 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 对不起 要不现在送您回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 如果以后还有事情麻烦别人的话 就不要用这种方式了 拜拜 拜拜 回来了江淮 怎么突然来接我了 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随便散散步 走吧 那个老婆婆 她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她说那话什么意思啊 而且她为什么想见你 然后你又不想见她 有什么事 是不能告诉我的吗 她呀 是我养父的一个朋友 上辈子的恩怨呢 我不想太理会 我是你朋友 我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的 但我想知道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想知道你有没有遇到麻烦 怎么突然这么爱我了 这次有人 扣下我 逼着见你 心里感觉不是很好 我很害怕你离开 江淮 你有什么愿望吗 什么 你之前不是说想谈恋爱吗 现在这个愿望 应该已经实现了吧 没有 我和春山不是那样的关系 好了 我又没提春山的名字 那个愿望呢 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所以你再重新想一个吧 我帮你完成 为什么你总是问我愿望 可能是看在 你那么舍不得我离开的份上吧 我就随便问问 你要想不出来就算了 机会就一次哦 你一直这样说 就好像 你是我的精灵神灯一样 我本来就是你的神灯啊 记忆中的阿姨 也就是你妈妈 跟你说的话一模一样 是吗 是吗 怪不得别人都是我跟我妈像呢 爱 我 那个人在那边做什么啊 他 那 那个人不是诗一吗 诗一 嗨 诗一你在这儿跳来跳去做什么啊 我 锻炼啊 为什么在这儿锻炼啊 这儿离你家很远的 空气好 那 我先走了 诗一 我们买了点水果跟蛋糕 要来我们家一起吃吗 好啊 你们要请我的 走吧 来 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我刚运动完 原来你还得坚持运动啊 怪不得身材这么好 哎 她是谁啊 她是雪姬的朋友叫春山 嗯 以前没发现嘛 春山你的身材还不错哦 嗯 嗯 我去切水果 好 哦 我去给你们拿蛋糕啊 嗯 不论是从公开赛王 还是从世界紧张赛 是 呃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别人家 但是这样一个中国风格大长赛 王立琴 对于冠雅君 都没有任何的 丝毫的一个 你是江慧朋友啊 我还是雪姬朋友 嗯 她还在我家住过 这次也是她邀请我来的 嗯 哦 原来这样 哦 她还送给我个礼物 嗯 你们在聊什么呢 嗯 我是这个 没什么 嗯 我走了 拜拜 你不走啊 我不走啊 我住这儿 算不吃这个 这么大人了 为什么要住别人家 是让人无法拒绝的类型吗 是让人很喜欢的类型吗 这 喂 社长吗 这两天总有人跟踪我 好像是个女的 那你看清楚她什么样子了吗 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 好吧 那我去打个招呼 你自己多留意一下啊 怎么了 哦 没事 姑十一这孩子啊 打电话跟我说她被跟踪了 估计是私生份 哦 好 这样啊 那叫她留意一点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这样啊 好